那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新冠抗原检测盒 这个也是我们广州媒体率先拿到的新冠抗原检测盒 从下单到17号拿到的检测盒大约是4天的时间 那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进行一个开箱和自测 第一个是这样一个检测管 给到大家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一个试管 里面是有一小点的这样的一个样本提取液 平放至我们的桌面上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抗原检测试剂盒 在这样我们一会儿会将这个滴管里面滴到里面去之后 我们大概10到15分钟就会出结果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把一次性的使用的 无菌采样试纸先给它打开 在我们的鼻孔鼻壁的内部先轻轻的环绕五圈 好再放进另外一个鼻孔里面 再继续轻轻的环绕五圈 采样完毕之后呢放进我们的这个检测管里面 轻轻的在我们的管内环绕十圈 这样可以让刚才采取的样本可以充分的放在我们这个试剂当中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掰开 好静置了一分钟之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把里面的提取液 我们稍微往里面挤一挤充分的融入到我们的样本提取液当中 拿出来之后就可以给它放进准备的这个垃圾袋里面 之后呢我们就会用这个蓝色的小盖子给它封上 封上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也有一个透明的管 我们给它打开 D4D滴入到我们的抗原检测试剂盒上面 通过我们刚才进行15分钟的等待时间之后的 我的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C字区呢是有一条红线 那么这里就表示我今天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那如果是大家有看到我们的C字区和T字区共有两根红线的话 这也就表示你应该是阳性 那如果是CT两边都没有产生红线 或者是T区部分产生一条红线 这都是表示您刚才的检测结果是无效的 在这边也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一旦抗原检测阳性 不论是否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 都应该立即向所在的社区村镇去进行报告 由社区村镇联系急救中心按照相关工作指南 将居民转运至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 那么我们刚才做的自测呢 它的自测结果不能取代核酸结果 那核酸检测呢 依然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依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